第一個先看一下104題這部分 那大概他其實這個題目 我覺得他設計盡可能他要 好像有一點模擬某個情境吧 所以他前面還會有個題目說明 還有跟你講這個題目是做什麼 是因為學校有什麼 建教合作中心開設在職訓練課程 然後裡面有學員的基本資料 和相關的課程 OK 所以是什麼 就是訓練課程 然後承辦人所以假設 你是承辦人 你要統計上課 的人數 到底有幾個的話 然後匯整學員資料 所以大概就是這兩件事就是 統計上課人數 匯整那個學員的這個修課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104 104題目在哪裡你就把它打開 我剛剛解壓說嘛打開這個104 這一題 那他的題目 是EXD01 對不對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做完要存檔 上傳作業的話 請你改成EX 這個把D改成A A就Answer 然後01的話改成104 所以答案 當然 這個題目檔好像有別的要求 你就先不要管題目上面 因為 將來我希望就是 每一道題 就是有那個題號部分 所以記得 將來就另存成EXA104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首先當然你要觀察一下 他到底 有哪些資料給你 總共你會發現A欄 到K欄 當然你會發現 C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 年齡沒算 所以他其實第一道題 就是要你算一下 這個人的年齡 到底是幾歲 那你想說 這個1968 1968 今年是2023 所以呢 年齡 可能你是計算機 當然不是要用計算的 而是說 你要想想看 在EXALE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函數 可以快速的 計算出年齡 第一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 這個題目裡面 你看這邊就有 有沒有 他會講說 設計 項目 第一個 找到學員基本資料 工作表 特別說工作表指的就是下面的那個頁簽 然後呢 他說將學號欄位移到A欄 看一下 第一個 學號 學號在哪裡 學號在這裡 他在D欄對不對 他第一個要求 你幫我移到A欄 那怎麼移動 很簡單 第一個請你 點選D的地方 按右鍵 這邊有個減下 那減下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減到A欄的話 你就先減下 減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選你要插入到A欄前面 所以你就點這邊 然後按下滑鼠右鍵 你會發現 貼上本來是貼上 但是 這個時候呢 你剛剛因為有選了D欄 所以他出現的是什麼 插入 減下的儲存格 的選項 所以你就可以 我要 把它放在A欄的前面的話 那你就點A 然後點這個 把它移到前面去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學號就 被 放在那個姓名的前面 那你會發現 本來姓名是在A欄 就被 擠到右邊去了 OK 第一個題目 那第二個題目的話呢 他說要利用 幾個函數 他會 有一些要求啦 哪個要求 就是 總共利用 Dedif 跟today 計算年齡 而且格式 需要顯示幾歲 幾歲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用Dedif today可不可以計算 當然可以啦 如果說 假如你不用Dedif 其實你可以用 亦有的函數 也可以做得出來 比如說我今天 怎麼計算 比較 其實比如說今天 如果你要取得這個的年齡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插入函數 有不要放這邊 年齡 插入函數 那你可以找到什麼呢 找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這個函數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 關於 日期跟時間的計算 那其中要計算年的部分 因為我只要取 年的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EAR 裡面有個EAR函數 那EAR函數如果你給 這個日期 他得到的就是 他就會直接幫你取得 年的部分 就 1968 有沒有 你按確定 得到的話呢 那就會是 1968 可是 對啊 老師我要幾年 那你很簡單 比如說你就把這邊前面加上 今年的年 今年哪一年 2023 減掉 也就是今年減掉 他的 出生年 你打勾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呢 他就會出現 錯誤訊息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什麼 錯誤訊息 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看到 假如說 都是請字號的話 表示這個欄寬不足 你只要把欄寬 拉寬就可以 他就正確 可是想說 老師不是幾歲嗎 為什麼他是 哪一個年 哪個月 因為他誤判 他以為說你這邊要顯示出 日期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改成正確的年齡的話 按右鍵儲存格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通用就可以了 因為他誤判 他以為你是日期 他就自動 幫你改成什麼 改成日期 那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 改回通用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 這邊就出現 55歲 有沒有 向下填滿 全部就OK了 可是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計算的話 他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 他的生日 不管有沒有到 都會加一歲 也就是說 像這個 現在是 幾月 現在2月 可是現在 假如他6月出生的 實際上 如果嚴格講起來 他還沒到 他生日還沒過 所以他還沒有滿55歲 他應該是54歲多 還沒有滿55歲 所以 如果你假設用一耳的話 他不管 月跟日 他只會看年 OK 所以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他還沒滿 但你就算他滿 OK 可是如果你邏輯是只要看年 那就OK 但是這一題 你會發現 老師這一題 不太一樣 他用Dedif 那你Dedif跟year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Dedif這個函數 他跟year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他除了會看年之外 他還會看月更日 OK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假設 我這個year 那我把他旁邊 再插入一欄好了 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這個 一樣是年齡 但是我用的 我用的函數 不是用year 我是用那個Dedif的話 那 接下來的話呢 Dedif 等於 特別注意 Dedif比較 特殊一點 就是說 他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這邊在清單裡面 並不會出現Dedif 可是你可以用打的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等於 等於 所以不能用超零 就等於 打一個Dedif 錢瓜糊 然後你必須要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 他的生日 所以你給生日 點一下生日 第二個的話在豆點 第二個參數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 今天的話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todate todate特別注意 打完之後請你加一個小瓜糊 裡面不要放東西 因為todate不需要任何引述 豆點 那要比什麼呢 比 相差幾年 那相差幾年的話呢 必須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Y Y的話指的是 相比年齡的部分 就是year的縮寫 後瓜糊一下 好 那 完成之後的話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你記不起來雲端 我記得雲端白板上面有答案 然後你把它打勾 有 有沒有發現 兩個年齡不一樣 有沒有 這個年齡 55歲 這個年齡54歲 為什麼 因為 Dedif 他會去計算 他的 月跟日 有沒有滿 如果滿 他才會多一歲 可是如果沒有滿的話呢 他 就不能加一歲 除非說啦 假設他的生日 2月 假設改6月改2月好了 因為滿了嘛 現在2月16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就會加一歲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至少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並且把這個向下填滿 那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是 他的生日 還沒過的話 他就不會加一歲 像這個 有沒有 54歲 那因為1月26 他已經過了 所以 他就多一歲 那當然將來考試的時候 這一欄是不需要的 只是說我為了 讓各位多了解一下那個年齡的計算 會多一個欄位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剛剛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開啟 那個發例檔案裡面的 104 第一點 第二個請你把學號減下來 先選 學號 本來在第一欄 選 然後按右鍵減下 再選整欄 再貼上就可以 然後呢 分別再利用 這個 兩個函數 一個是year 一個是dedif 做一個 計算 那我看喔 如果假設你這個 來不及氣的話 其實我也會 把那個 資料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喔 你們可以 找一下那個 第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單元 雲端白板 那這邊的話就有 104 在職訓練班 打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剛剛 第一之一的動作 在這邊 這個是一之二的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那我也會把我剛剛 練習的 這個是練習的 這個公式 我也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方法一 實際上他要的是這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會不會放在那裡